这是一位同修 慧元同修 他提的两个问题 劝初修 教其念佛 不如劝他听经 是否会误导众生 不会 劝他念佛了 是给他种善根 正是所谓一律而根 勇为道主 他这一生很难得理 只是跟佛结了缘 那么你劝他 天经呢 他现在就得理 众生根性不一样 特别对于知识分子 你对知识分子去念佛 他不高兴 他不喜欢听着 那用什么方法去呢 不要劝他 我们手上拿一串念珠就劝他 他一看到他就会想到佛 你看阿雷耶士的佛就种下去了 所以一串念珠就可以了 这个普遍劝大家念佛 一定要劝他平静 那我这个入佛门 就是老师讲给我听的 我才明了 你说是叫我去念佛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接受的 就个人跟性不一样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 全能念佛 他就真念 我很佩服他 他能做得到 我做不到 我这个念佛的时候 搞了十几年才相信 才正看死心大地去念 所以没搞清楚的时候 总是怀疑 不能接受 一定要搞清楚 听尽 别什么都好 特别是认识佛教 这个书 接引出击 非常适合 认识佛教 是我在美国讲的 在迈阿密 因为那次讲座 当地同修 邀请我的时候 是讲地藏经大义 一个星期 可是我到边一去 看到当地美国人很多 这是很少看到 住了那么多 这些当地人 我说这个都难得了 所以马上我就 这个地藏经大义不讲了 我讲认识佛教 所以认识佛教 是对美国人讲的 以后 他们从诺音带里面 写出这本书出来 现在这个书流通的很广 在这个全世界都有流通 那么也有其中 外国文的翻译本 用这个方法来接触 他在了解佛教是什么 佛教不是迷信 佛教是教育 我们应当要接受 我们应当要接受 就会说 说可以 我们应当要接受